1941年,英國軍隊在西營盤登陸香港島,同年開始籌備成立殖民地警察隊,並於三年後正式成立。 1845年,香港首間警署1號警署在波斯庫街建成。由1850年開始,幾間警署也陸續在港島區落成,以1號至9號命名。 媽媽,這裡很漂亮。 這裡就是大館。 大館?這裡是不是很大的? 這裡的確很大的。在1864年,前中區警署的主體建築物已經建好了。 到了1919年和1925年,再分別加建了四層的大樓和軍械倉庫。 但是大館這個名字,在這個地方還有另一個意思。 就是以前的人對於前警察總部和整個中區警署建築群的稱呼。 以前還有不少大事件發生過。 就像1941至1945年,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就被日軍佔用過。 1967年,港島衝鋒隊的成員日夜留守在中區警署,為緊急事故隨時後命。 所以這個地方在香港歷史中真是舉足輕重的。 這裡有三組建築群是怎樣分的? 三組建築群分為前域多利監獄、前中央裁判司署和舊中區警署。 那除了大館之外,以前還有哪裏有警署的? 就像在香港仔的蒲窩青少年中心,都是由以前的警署活化而成的。 大館和蒲窩他們都保留了原本警署的裝修和間隔。 那它現在變成了甚麼? 現在它就成為了青少年的社區中心,讓大家參加興趣班和社區活動。 除了大館和蒲窩青少年中心之外,其實我們身邊還有不少的古蹟。 例如是舊赤柱警署,它在1984年被列為古蹟。 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警署。 其實我們每個古蹟都有不同的故事。 我們平日要多點留意身邊的事物, 發掘更多有趣的故事和了解他們的歷史。 是有可能有不少地。 四個小時候是試騎的。 所以我們在求你手段的研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